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肖战爆料将和杨子二搭 搭档双料影后重塑经典,太器重杨子 近日,关于肖战与杨子合作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悉,肖战爆料将与杨子携手合作,成为双料影后搭档 共同重塑一部经典作品 这一消息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纷纷表示期待着对搭档的精彩表现 肖战和杨子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两位年轻演员 分别以其出色的表演实力和个性魅力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两人此次能够携手合作,不仅令人期待 更是将给影视作品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 据悉,这次合作的作品将是一部经典之作的重塑 这意味着两位演员将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和压力 然而,肖战对于和杨子的合作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器重和期待 他表示,杨子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和出色的演技 相信能够和他有更多的默契和火花 共同塑造出一部精彩的作品 而杨子也对于这次合作表现出了兴奋和期待之情 他表示,肖战是一位充满活力和才华的演员 与他的合作将会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他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和合作 一定能够呈现出观众们满意的作品 这对双料影后的搭档之所以备受期待 除了两位演员本身的实力之外 更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默契 能够将角色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 而对于经典作品的重塑 也让人们对这部影视作品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合作不仅仅是对于肖战和杨子个人的挑战 更是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一次创新和突破 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和精彩的表演 必将为观众们呈现出一部充满魅力和感染力的作品 成为影视界的一股清流 肖战爆料将与杨子合作演出 这一消息令众多影迷兴奋不已 据悉 这对实力派演员将共同出演一部重塑经典的影视作品 有望为影坛带来全新的活力 肖战作为当红小生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 早已在影视界展露头角 而杨子则以其多才多艺 出色的表演技巧和清新自然的气质 成为了实力派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两位演员的合作 无疑将会成为这部影视作品的一大亮点 据悉 这部作品将是一部经典题材的重制版 有望为观众呈现出全新的故事情节和更为精彩的表演 肖战与杨子的搭档被认为是制片方对他们个人演技的高度器重 也是对他们影视搭档的充分信任 双料影后的搭档让人十分期待 肖战和杨子都是在业内拥有不俗口碑和大量粉丝支持的演员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必将为影片带来不少看点 而这次重塑经典 也将是对这对演员实力的一次全新考验 据悉 制作方对于这次合作非常看好 相信肖战和杨子的加盟将会给这部作品 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话题性 而肖战爆料与杨子二搭的消息 更是让影迷们对这部作品的期待值直线上升 无论是肖战还是杨子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他们的搭档将为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 值得期待 这部作品的上线 相信会成为影视界的一大热门话题 也必将为影迷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杨子以其全方位的优秀表现 早已成为中国影视界的一颗耀眼明星 他的出色表演 多才多艺以及积极向上的形象 注定了他将一直保持在行业的高度关注和持续红获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杨子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备受认可 他不仅能够塑造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形象 而且在演技方面展现了出色的才华 从清新可人的少女形象到成熟稳重的职场女性 杨子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 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除了出色的演技外 杨子还展现了多种才能 他不仅在演艺圈取得了巨大成功 还以其多才多艺在各种综艺节目中活跃 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表演 杨子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的才华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杨子的积极向上形象也深受观众喜爱 他在公益事业上积极投身 不断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的善举不仅赢得了社会的一致赞扬 更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 成为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未来 杨子注定将继续洪获 他的出色表现 多才多艺以及积极向上的形象 将成为他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 还是在公众舞台上 杨子都将持续展现出 他的魅力和实力 成为中国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总的来说 杨子凭借其全方位的优秀表现 和积极向上的形象 注定将一直保持在行业的高度洪获 相信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他将继续展现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成为中国影视界的一颗不可替代的明星 杨子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展现了在影视圈的多方面优秀 这让人们相信他将会长胜不衰 一直保持在事业的巅峰 首先 杨子在演艺道路上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他不仅在青春偶像剧中 塑造了多个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 还在各类题材的剧集中 有着精彩的表现 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 游刃有余地切换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功底 这种多才多艺的表现 让他在业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其次 杨子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人气和口碑 他以其清新自然的气质 和帅真可爱的个性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还是在公众场合中的亲和力 都让人们对他心生敬略 他的粉丝群体庞大 对他的支持和追捧也成为了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动力 此外 杨子在影视作品之外 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他关注弱势群体 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不紧张 显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担当 也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支持 最后 杨子不断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 他敢于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断在演艺道路上寻求突破和进步 他的努力和执着让人们看到了 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专注 也让人们相信他未来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 综上所述 杨子凭借其出色的演技 高人气的口碑 积极的公益参与 以及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 注定将会一直红下去 他的优秀表现和不懈努力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相信他会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成为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林芝笑待给杨子的 除了预期中的话题流量 还有何种压力 90后女演员杨子在电视剧《余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过往的经典角色 表达了观众对他的期望 和对他表演能力的认可 同时 也提到了观众对于杨子角色表现的评价 和与过往角色的对比 由于杨子和肖战这两位顶流演员的加持余生 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话题数 热搜数和网播量都符合市场预期 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 观众对于杨子在剧中角色的表现 也进行了讨论和评价 没有提到具体的以往和此次相似的事件 但可以参考网络上关于其他顶流演员 在角色转型和角色表现方面的讨论和比较 例如 孙力在《甄嬛传》之后的角色表演 雷佳音在《人世间》之后的角色演绎等等 杨子在电视剧《余生》中的出色表演 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讨论 同时也增加了剧集的热度和收视率 他的角色形象和表演风格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这对于他个人的事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 杨子在角色转型和表演突破方面的努力 也为其他演员树立了榜样 引发了观众对演员表演能力和角色选择的讨论和思考 没有提到事件的最新进展 但可以参考网络上对于剧集《余生》的播放和评价的报道 了解是否有关于剧集或杨子的最新消息 认为《余生》这部剧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杨子在剧中的表演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讨论 他过往角色的成功和观众对他的期望 使得他在角色选择和表演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和挑战 他的表演风格和努力为其他演员树立了榜样 并引发了观众对于演员表演能力和角色选择的思考和评价 整个事件对于杨子个人的事业发展和行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加入自己观点 让读者可以参与讨论 我认为杨子在《余生》中的出色表演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让观众喜爱的角色 通过他的表演 观众可以看到他不断突破自己 追求表演艺术的态度和决心 同时 我也希望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演员的表演 不仅仅局限于过往角色的对比和期望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他们在不同角色中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欣赏和赞美他们的表演 同时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去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表演风格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